美國無人機艦報天羅地網阻中共侵臺 香港的末落竹尖輪迷中俄洗黑錢中心 台灣首見中國偷渡客威之油硬闖淡水河 越來越多的歐洲企業正加速與中共脫歐 中國網紅拍攝南韓最低購買力 網友說大開眼界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希望聽新聞 我是黃蓉 今天是6月11日星期二 下面是詳細內容 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 帕帕羅海軍上將透露 美軍計劃用地獄警像策略 也就是幾千架無人機構成天羅地網 阻止中共侵臺 帕帕羅近期在新加坡 參加香格里拉對話安全會議期間 接受了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羅金的採訪 帕帕羅說我的工作是確保由現在到2027年 以及以後 美國軍隊和盟國能夠獲勝 北京可能採取的策略 是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 對台灣發動大規模攻擊 中共希望將入侵台灣 變成一場短暫又猛烈的戰爭 在世界還未來得及採取行動之前 就奪取到台灣 帕帕羅表示 美國的地獄警像策略 將會是挫敗中共野心的關鍵 當中共艦隊試圖穿越台海時 愛會很快就令台海成為無人地獄 美軍會在台海領空 水上以及水底 佈置幾千艘無人潛艇 無人水上艦艇和空中無人機 這樣我就可以將他們困在裡面 痛苦一個月 來為台灣 美國同伙伴部隊 爭取全面反擊的時間 美國國防部3月宣布 一項10億美元的複製者計劃 首批獲得項目資助的技術 包括水上無人艇 無人航空系統和反無人航空系統 他們具有不同的尺寸和有效載荷 來自幾家傳統和非傳統的供應商 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希克斯 曾經在2023年9月6日的演講中說 複製者計劃將會幫助美國瓦解中共軍艦多 導彈多 部隊人數多的優勢 該系統可以阻止侵略 減少在戰爭中的人員數量 並且以作戰人員所需要的速度製造 部署和升級 並且無需長時間維修 他強調 這個戰略始終是威懾 因為競爭並不意味著衝突 我們必須確保中共領導人每天睡醒 都要考慮侵略的風險 帕帕羅表示 西方國家過去40年來 一直試圖說服中共實現政治改革 這個比證明是失敗的 亞洲現在已經進入更危險的時代 美國也有烏克蘭在俄烏戰爭中 運用創新無人機技術吸取經驗 不過這些無人機系統的交付時間還未明確 根據美國多數支付 針對台海衝突的軍企推演 如果無人武器系統在中共侵犯台灣時未準備就緒 可能就會增加持九戰的風險 美國海空軍將會承受重大損失 戰事會擴大到日本、南韓和菲律賓等盟國 羅金說 沒有人希望看到亞洲軍備競賽 但是如果中共堅持軍備競賽 美國同夥伴也無法承擔得起失敗的後果 美國必須採取更多行動 才能令中共的侵犯台灣行動 望而卻步 近期有部分美國支付公開發表聲明說 香港已經玩完了 美國應該盡量鼓勵美國商業銀行 結束在香港的業務 由於中共政府透過港版《國安法》第23條等 加強香港社會的壓力 造成很多曾經在香港投資的外商公司 漸漸將資金移出香港 昔日的國際金融中心逐漸沒落 諷刺的是 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 當時中共承諾保證50年不變 但是不夠20年就發生了重大變化 美國國務院前資深顧問惠德 日前發表的文章揭露 自從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 香港逐漸失去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現在的香港 比起新加坡、瑞士等國家 更容易進行洗黑錢的工作 很多曾經在香港投資的合法資本 近期已經逐漸退出 香港目前正在向沙地阿拉伯尋求新的投資資金來源 協助港股到過目前所面臨的挑戰 路透社曾經報導說 俄羅斯公司透過香港向中國的公司進行付款 直指逃避西方國家對俄烏戰爭的制裁 以中國俄羅斯為首的國家透過香港 打破西方國家主導的銀行 以及金融數據網絡 香港最終逐漸變成世界各地腐敗地區 以及個人的洗黑錢勝地 文章呼籲 美國政府現在應該認知到 香港已經與過去不同 不再是世界上最自由 最廉潔的金融中心之一 認為美國政府 現在應該採取緊急措施 保護美國的金融機構 避免受到腐敗的侵害 同時也要加強美國商業銀行 在香港業務的審查 並鼓勵他們結束業務 美國財政部也向那些 希望可以壓止洗黑錢現象的 外國政府和機構聯手 要求他們對香港的金融狀況 採取更加嚴格的態度 除非香港放棄目前鎮壓的形勢 表現出願意恢復法治的意願 否則世界各國政府 都應該承認目前的香港 是一個藐視法律的地方 一名中國男子 一前輛快艇 闖入台灣淡水河 直衝淡水魚人碼頭 說自己在中國大陸 受到政治迫害 要投奔自由 過去中國人偷渡台灣 通常由金門上岸 闖入淡水河偷渡還是第一次 台灣海巡署將該偷渡客 逮捕後 已經移送到有關部門 深入調查 由於台海緊張局勢居高不下 中共軍方對台灣的施壓和恐嚇持續不斷 台灣對周邊海空域的監視和偵測非常嚴密 即使一艘不夠5噸的小型快艇 在靠近台灣本島的時候 也一直處於嚴密的掌控之中 據台灣海巡署10號發表的新聞稿 今次偷渡事件 發生在當地時間6月9日上午9時左右 當這名中國籍男子 駕駛派艇闖入新北市淡水外海 大約6海里的位置時 第三巡防區人員 馬上向北部分處第八岸巡隊淡水第二魚港 和百里安檢所通報 發現海宜船隻 提示對方加強監控和查處 該中國男子所駕駛的快艇 進入淡水河之後 在淡水渡船碼頭和交通船發生擦撞 碼頭工作人員隨即報案 通報了案情 台灣海巡署第三巡防區指揮部主任 鄭騰祥向媒體表示 海巡署人員在淡水渡船碼頭 逮捕了這名中國籍男子 扣留了快艇 偷渡者的詳細動機 有待進一步調查 綜合台灣媒體報導 二年60歲的中國偷渡客信員 懷疑因為在通訊軟件發表反政府言論受到舉報 擔心被迫害才會鋌而走險 他是由200多公里外的福建某漁港 駕駛動力小船 直衝淡水海域 並表達要向中華民國投誠 不過國民黨立委 洪曼楷對這名中國男子 偷渡來台灣的動機提出質疑 他表示 以這種方式入侵我國領域 這是國人無法接受的事 民進黨立委陳冠廷認為 這件事可能只是一個試探性的舉動 未來會有出現升級的可能 值得政府高度重視 國防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員 書校王強調 後續觀察焦點 在於是否有新型態行動正在醞釀 以及今次快艇事件 是否民眾自發 或是被中共政府所鼓動 歐洲企業採購主管 向英國《金融時報》指出 在歐盟準備加強審查中國商品的情況下 歐洲買家正尋求減少對中共的依賴 在美國帶頭和中共脫歐下 減少對中國依賴 已經成為目前歐洲企業的大趨勢 而且正在加大力度尋求代替方案 歐盟執行委員會 已經啟動對中共政府補貼製造業的調查 預料將會很快宣布 對中國電動車加徵關稅 但歐洲議會的最新改選結果 極有派取得的席位明顯增加 令這些對中國商品限制性措施的執行 似乎出現潛在變數 根據報導 總部位於比利時的採購服務商農園的行政總裁 盧布直指 目前的大趨勢 是企業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雖然美國先脫歐 但歐洲國家也正在加大力度尋求代替方案 它現在看到的是歐盟正在追趕這個趨勢 和美國企業在政策限制下積極尋找新供應商不同的是 歐洲企業專注於減少特定領域 對中國商品的過度依賴 盧布表示 歐洲客越來越擔心 它在中國的採購業務 尤其是非食品零售業的客戶 它們包括服裝、電器到消費性電子產品 玩具等產品 中國製造的這些產品 佔全球消費的80%至90% 非食品業非常非常依賴中共 這類型的歐洲企業 就正在努力尋找代替方案 馮氏集團副主席馮國倫表示 很多歐洲國家與中共合作 可能沒有任何問題 如果中共將會受到影響 這樣它們最好也考慮一下 自己可能會受到什麼影響 匯豐銀行首席亞洲經濟學家范力文表示 由於美國買家將目光投向其他地方 歐洲企業渴望在中國商品的價格競爭力受惠 但即使如此 一些歐洲化學物料 制約和電子企業 仍然尋求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去年一名中國直播主持 因為連續拍攝了反映中國百姓貧窮的影片 而受到中共當局全面封殺 近日距前往南韓拍攝 最低工資購買力影片 以南韓最低時薪 一日工作8小時的日薪來計算 去超市購買民生物資 結果出爐之後 令中國網友集體突破防禦 感謝直播主持 令他們看見世界 這位名叫護神風的直播主持 去年製作了在中國大陸 一日工資可以在超市買到些什麼 100元人民幣 能夠買到些什麼的系列影片 與歐美西方國家相比 中國一日能夠買到的食物 非常寒酸 因此這些影片在網絡封存 並且引發熱烈討論 後來護神風又上傳了一段 隨機找老年人購物 我來埋單的5分鐘影片 令外界將一步了解到 生活在大陸的大部分民眾 生活不易 甚至很多人仍然很貧窮 但是這段廣受關注的影片 也引起中共官方注意 立即受到全面封殺 中國大陸作家 網紅 然據台灣的上官亂 曾經在YouTube表示支持護神風 說他是一個真誠樸實的社會觀察者 他只是展示一個事實 結果就被全網封殺 然後很多中國網友還說笑 他的罪名是惡意呈現事實 他有感而發 說真話本身 是我們觀察社會的一個很好的角度 但是在中國 竟然變成一個敏感的議題 就在9日 護神風在中國影音平台 Bilibili上傳影片 只是看到他 都南韓首爾連鎖超市 Home Plus 以日薪大約8萬韓元 大約是410元人民幣的預算 購買肉 蛋 奶 米麵 和食用油等日常物品 護神風購物完之後 將商品齊整排開 強調他所購買的東西 都沒得 如果選擇有折頭的商品買的話 肯定還能買得更多 中國網友看到之後都驚呼 有人直接說 這些都吃到一個星期了 還有人感謝護神風 讓他們看到世界 但是也有愛黨的民眾反駁 說北京當地時薪 人民幣26.4元 日薪大概是人民幣211.2元 在北京超市的購買力 不會差得南韓太多 德國立即就受到中國網友群起圍攻 直至護神風 是用南韓境內最低工資 都手都手以購物 這樣在中國 也應該用全國最低工資 去北上廣深等大城市購物才對 不能用北京的工資計算 不少中國民眾就感嘆 在國內網絡 四處可以看到南韓人吃不起西瓜 南韓人吃不起大白菜等言論 原來都是假的 有人就忍不住呼籲 要移居到國外的最好快點 否則在中國 就只是受苦而已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